Hello大家好,今天要和大家一起上身试穿这一次U系列我个人很喜欢的几件单品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它的降落伞衬衫和降落伞裙 那我最后买的这个颜色呢是一个白色 它这个颜色呢其实是略微的偏黄的 这个降落伞裙子和衣服的设计呢也是优衣库今年比较新的一个设计 当时就挺抓我眼球的 整个穿在身上的感觉呢让我觉得很有年轻的气息 然后又有它的一些小小的风格 这个小小的风格呢让我觉得还有一种清新的感觉 我个人呢是觉得它的这条裙子的做工非常的好 因为我买的是白色里面没有内衬的话可能会很透嘛 但是它这个内衬呢是做得很好 它是缝住的 所以大家就不用担心走光的问题透光的问题 但是唯一一点呢就是我的衬衫买的有点大了 我买了一个中马 其实我觉得买一个XS也是够了 然后裙子我买的马数呢是小马 我觉得刚刚好 另外呢我还买了女装的降落伞裤 但是这条裤子呢我就不太推荐 因为穿上身的感觉呢没有很惊艳 反而觉得非常的普通 那我也没有给大家试了 那第二套呢是它的一件抗UV的长袖和它的一条Lagging 那我们先来说上衣 这件长袖用上衣呢我个人非常非常的喜欢 首先呢它的面料就是穿在身上非常非常的柔软和轻敷 我选的颜色呢是一个深灰色 它其实看起来有一点点黑黑的感觉 那它在手部的地方呢是做了一个套纸的设计的 然后整个剪裁呢我觉得非常的妙 就显得我的手臂很细很薄 人也很薄 但是呢这条裤子我觉得大家一定要避雷一下 它的三角区真的是太尴尬了 我里面已经穿了那种特别是适合瑜伽的无痕内裤 但是也挽救不了它的这个三角区 这条裤子呢我也是想要退掉的 但是这一件上衣非常非常的推荐 我可能还会去入其他的颜色 而且这套上衣非常的百搭 我用它来配上一套的降落散裙 然后搭一个牛角包 一副眼镜非常有书卷气 最后一套呢是一套男装 我先来说上衣 上衣的这件夹克呢是工装夹克 它的面料呢非常的轻薄 我非常喜欢的设计呢是它口袋的设计 它有很大很大的口袋就在前方 我觉得很有工装的感觉 另外呢它的实用性也非常的强 而且呢打开拉链之后呢里面还会有一个内侧袋 此外呢它在衣服袖口的部分做了按钮的设计 可以调节袖口的维度的大小 并且在衣服的下缘处呢做了抽绳 如果你把那个抽绳抽紧的话呢 你可以把衣服折进去 可以营造出另外一种风格 增加了衣服的整个体积感 它的帽子也是做的比较的宽大的 就是是很实用的一个帽子 那你在背面看呢 它的体积感也是非常够的 这一件呢我老公也可以穿 我也可以穿 等于是买了一件 我们两个人都可以穿 性价比非常的高 跟它相配的呢 我就用了一条 它的男装降落伞裤 我先穿上了这条呢 是浅色的 我觉得它的整个系列 各种颜色呢 其实搭配在一起都不会突兀 感觉是一个系统的颜色 那这条工装裤呢 其实去年的时候就出了 就已经非常爱了 也是很薄很薄 适合夏天的款式 其实是非常适合露营的 一条工装裤 因为在露营的时候呢 你穿太贴身的裤子 其实还是容易被虫子叮的 那这件上衣呢 你也可以把它搭 它同色系的工装裤 我觉得搭出来的感觉 也是不差的 以上呢 就是我第一批下单的 U系列的单品 你们最喜欢的是哪一件呢 留言告诉我哦 还有呢 就是这些单品呢 现在都在打 主要如果有喜欢的 可以快快去剁手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吧 拜拜